巴黎先聊 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六大学联主席游将 难道请得到说我算是应该来的嘉宾里面算是比较大的咖位了 没有没有没有学生而已 人家是理工科 咱们这个文科的世界终于来点理科的世界 对所以我们要对话对话看看能不能说文科跟理工科之间能不能对话出一些东西来 游将游将是在六大读 读的是计算机专业 当初为什么选计算机 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专业 刚到法国的时候觉得计算机还不错 可以学一下 然后顺便又学了一门数学 之后呢就来了六大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计算机专业接着读了 就是你是高考以后就来这边 然后本科也就是在六大读的 对本科是在六大读的 对游将在这应该待了有五年了 有五年了 六年一二年到了现在八年了 一红六年就过去了 我一直对于这种理工科理工科的 每次如果说遇到理工科嘉宾 我一直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读计算机 一定程度上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国内的这个计算机 会不会说在这方面跟法国相比 我们到底是更发达一些 还是落后一些 因为像一些应用上的话 比如说你看国内的这种移动支付 或者说国内的一些大的一些游戏公司 你在那个纳斯达克上有很多这种上市的 一定程度上我们可能像我们外行人来看 有一种错觉 就会觉得说国内是不是要更发达一些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一下一下变得好大 我的感觉是各有千秋 中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做的还是蛮前卫的 但是在一些基础领域的研究的话 实际上跟欧美这些主流国家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在基础上是有些差距 那就相当于法国这边 它其实那些咱们用的所谓的淘宝 还有支付宝支付他们的技术是也能达到的 只是他们没有推广开应用是吗 因为这种进入的应用的话 它有很多管制类的问题 不能洗钱不能做一些特别激进的应用 可能一定程度上国内的管制的氛围 可能说国内更自由 它像一个荒蛮 怎么说来的 蛮蛮之地 蛮蛮之地 就是说很多东西是刚起步的 所以说有一点那种大家一些企业 互联网企业可能更多的那种像野蛮生长一样 但这边的话很多 对 但这边的话很多时候是有一种这种法律的框架 会约束着它 这种保守一些推行一些来 那有这样对游戏 按照理学计算机我觉得 男孩子对游戏应该会感兴趣一些 是我是挺喜欢玩游戏的 从小喜欢玩 我现在就是因为有学业有压力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只玩简单的收集游戏 电脑游戏玩就比较少了 那以后未来会不会说这个电脑游戏会慢慢的示威一些 然后这个手机游戏这种移动端的游戏 会不会说玩的人会更加多一些 看年龄段吧 就是那个青少年可能时间比较多 那就会有时间去玩主机游戏电脑游戏 但是到大学以后工作以后时间越来越少 尤其是那个碎片化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去玩一些小游戏了 对那平时玩什么游戏 地铁里面 养蛙 像我跟女生养蛙 你们养蛙吗 不养 都不养 养蛙 对面的两个女生是点头养的 养的 你喜欢这个游戏的 那你平时会去玩一些像女孩子玩的这种养蛙 像女孩子玩的 她自己也都玩不玩了 对对对对对 没有我比较喜欢玩那个对战类的策略游戏 比如说像皇室战争也有其他游戏 那你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游戏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除了说这种消遣时间消耗时间之后 游戏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大部分的情况下游戏给我们带来就是一种娱乐体验 我玩一下很开心 哎呀我觉得很好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功利 很多时候做事情会想着说 做这些事情它能给我带来什么 那比如说我玩一款游戏 有没有哪一款游戏说给你就是提供到提供到一些东西了这样子 那我就说一说就是有可能有一些游戏吧 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就是我在那个上高中啊 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玩那一类解密游戏 比如说神秘视线 就是那种给你一个谜题 然后你要想一些那个解决方案 去把它解决掉 然后这类游戏呢 就是玩的时候 它有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然后它就只是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你自己去想自己找答案 相当于意志类的 对意志类游戏 然后到这边读书的时候发现 哎怎么越往后面读书到计算机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科目的时候 越来出现这种游戏类的问题了 就比如说我们硕士的时候 就会做一些建模解决像速读啊 然后那个叫什么华龙道啊这样子的游戏 华龙道 对华龙道 华龙道 华龙道 这个真的是练脑制造游戏我觉得 然后在这边它有个名字叫堵车 叫什么 叫堵车啊 就就一模一样的游戏 然后中国跟法国的名字不太一样 嗯 那叫华龙道 咱们 我们叫华龙道 用历史的 各种历史一些了 对吧 他们这边就比较简单 对 这样子 嗯 我记得游戏你之前提到过 就你觉得人生就什么像一场大的游戏 多人在线游戏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比喻 嗯 很尿呀 这个比喻它其实是源自高中作文的那种 那种题目里面的 就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世界 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做一个应该叫MMORPG 是吧 对对对 大家就是这种角色扮演的 对 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 对 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喜欢在这个游戏里面去打怪练截 有的人喜欢去就是打点东西卖 做生意 对 然后像我就可能就是找一堆东西在那练单了 嗯 就是他有点像就搞科研嘛 嗯 搞科研有的时候就有点像练单 那你应该是个练经术士 哈哈哈哈 有这种感觉 练过比较高 嗯 那语妃应该算是淫游诗人 这种感觉 应该是出去以后唱一首歌 完以后敌人拳的跪下 这法师 哈哈哈 对 那一般来说的话 像游游戏里面的话 很多很多时候 不好意思吗 我用文字了 你给你问吧 什么鬼 是不是这个比喻像你的人生观 那个是冲击到你的人生观 有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魔兽世界 那个时候 嗯 对吧 有的时候我玩魔兽的时候 很多时候 哎 我说一下 我对你先说吧 你 就就你玩魔兽世界的时候 就感觉很多时候游戏里的这个人啊 他真的跟你像亲人一样的 就对方 你知道对方处在可能祖国的哪个地方 你现在什么都没见过啊 但是你跟他之间可能会发生 在游戏里面会发生发生很多的事情 包括现在有很多游戏都能结婚啊 对吧 他相当于 相当于说会 包括有些 有的时候游戏里面大家一起去打怪 一起去经历一些事情 相当于也是一个团队做一个事情 他们给你自己有很多的启发这样子 因为刚才说游戏人生 你让你有提到魔兽 我就在想 就是有很 就是有很多人特别爱玩某一款游戏 比如说魔兽应该是之前那个时代 然后 我记得我 我说现在还活着了 就是 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会儿 你刚才的言论不小心那个上海了 我现在玩家的感情 我先说一声sorry 现在我跟你说 玩魔兽的玩家到这个年龄啊 一般不会跟你计较 为什么 因为魔兽玩家真的到了这个年龄 05年上线的嘛 那个时候他们玩的时候 是一般都是20岁左右 你想05年到现在 一般都30多岁了 356岁老男的谁跟你计较 你说 然后现在是不是 还有很多男人玩DOTA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那个认识的朋友 特别爱玩虚拟人生 是不是有个游戏叫 魔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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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刚才也提到 就是人生可以看到一场游戏 就是游戏这个东西 你玩久了 它是不是会让你 就是跟现实生活产生一些混淆 或者是模糊 首先我不是一个深度玩家 也没有到就是混淆虚拟和现实的 这个场景啊 但是 换说不来的话 我觉得游戏可以给你一种 那个不一样的体验 它像一本小说 或者像一段电影呢 你体验里面角色的这些故事 然后你去做它的选择 然后这样一套流程下来以后 你觉得哇 好不一样 就有一种非常深度的体验在里面 然后这种体验 它是电影啊 小说之类的东西 可能无法给你的 因为有互动在 嗯 应该来说啊 人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我们是学生 对吧 对 但你可能有些时候呢 你走在街上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车不错 你就想着呢 要不要驾驶一下 但是呢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又满足不了这个事情 极手飞车 也不是极兵飞车 哎 你知道他讲了讲 讲车我就知道 你肯定想到 对吧 那个应该是那个 那个GTA吧 对吧 GTA以前玩的很早了 想到猎射手 国内家才到猎射手 最早很早 不是碰碰卡丁车吗 那个游戏你知道 它是一个这种很开放的世界 对 你在游戏里你什么都能干 你并不一定说 你在游戏里就是升级打官 哎怎么样 我在游戏里我能抢车抢一下 这个车好 给他抢了 直接开着就跑 然后看那摩托车不错 这个是跑车扔了 下去换摩托车 就这种 你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事情 你不能去满足 比如说我在巴黎 我要干这个事情的话 那是 找那鬼关进去了 对吧 但你游戏里 其实能满足我们 这样的一个体验 其实我觉得游戏 它其实是一个 利弊很明显的东西 就是它肯定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你玩的时候放松 然后一类类的游戏能抑制 还有一些策略类的能练策略 大家玩的时候很开心 就很大意 但它的劣势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它容易让人 就是它容易让人沉溺进去 就所以才会有网民 才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像你们 设计游戏的人 就开发游戏的人 在这方面 就是跟我们的那个 看法是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或者是怎么样 我也不是专业的那个游戏开发 那那你就是 这游戏的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点在哪里 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让人玩得很嗨 就是它会设计一些 那个非常短期的奖励 有的时候 你达到一个怪 然后你就会很开心 达到了一个boss 然后你就会很开心 然后这样呢 这些很小很小的 这些开心的幸福感 累积起来以后 你就发现 我在游戏里面掌控了我的人生 我觉得很爽 这种人生的掌控 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现实生活 无法带给你的 然后它就会 有的时候让你感觉到 我觉得游戏的世界 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现实生活很无聊 那我打回游戏好了 那很多时候 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就觉得说 这个是倒是一个很好的逃避 现实生活当中 一些压力的一个方式 它是一个解压的游戏 解压方式 因为我之前忘了跟谁聊过 就是我看一些视频 现在因为日本游戏尤其发达 所以有很多宅男宅女 然后现在很多宅男 他就玩那个游戏 就有一个虚拟女朋友 能跟他进行很犹如人类的对话 所以他就 我觉得我看那个视频 他就不需要真的女朋友了 游戏跟我相似一笑 这个东西吧 是吧 然后他就活在 在自己的跟女朋友的对话中 然后他就很满足了 他就人际交往 我觉得机器或者游戏 已经取代了非常大一部分了 这个还是得看 看你这个人怎么去看待这个游戏 你说有些人 你通过玩这个游戏 你能知道一些 怎么去跟女生相处呢 他反而更容易说去走出去 对吧 因为他相当于 这个游戏给他提供了一个练兵草 怎么去跟女生住 然后练久了之后 这游戏就没意思了 我还是得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去真的 真的 找个真的去了 但有些人呢 他可能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 还是得看个人去 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对吧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 我拿这个游戏当做一个练兵场 然后模拟一下 谈恋爱这件事情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就是 其实我们在专业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词叫严肃游戏 然后严肃游戏 跟普通的娱乐类游戏不一样的 严肃游戏设计的就是这样 模拟人生 模拟城市 对 模拟游乐场 模拟火车 模拟各种地铁啊 你就模拟一个地铁司机 你在城市里开地铁这样子 然后他这种游戏的设计出来的目的呢 就是 怎么说呢 去培养那些专业人员 就是我要培养一个地铁司机 我家人 他常常去玩游戏 对 玩回游戏 然后他自己玩一段时间 他就会了 然后他就不用在那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去开车 然后撞 落七八糟的东西 出很多事故 这些经验的培训 也是一种 这种游戏 对 它是一种那个面向员工培训的一种游戏 其实是教育的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方式 就让我看到好像 那个军队里面啊 其实军队里面对吧 军队里面 我和你开飞机 开飞机啊 或者说开那个 你不那个前去年放那个真正男者汉里面吗 那个里面一个一个综艺节目 一个综艺节目 它里面不是最后那个飞机对吧 那个空军的那个 都是用用飞机去模拟 去模拟那个飞机的架势啊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去看 因为你想真实的你上战场的话 哇一枪出去就是钱 你要开飞机一起飞就是钱 那如果说游戏能模拟的话 成本会降低的很高 其实我倒还想跟游戏聊一聊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上面的东西 这个他是专家 对吧 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 我想知道就是说 现在人工智能很火呀 当然 你就是你现在 我先问个大问题 你会不会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 人工智能的时代 是人工智能的好时代 嗯 如果让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目前的人工智能 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很烦的工作要去做 有点我知道一句话 关于人工智能的 很多时候 在我们业外的人士看着 现在的人工智能的 它处于人工智障的这个水平 对对是 这是真的 我们会说真的 现在人工智能处于人工智障的水平 你让他去处理一些很 很流程很系统化的问题 对 他能去处理的 但你让他去处理一些细节上的 他就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 这个思考的这个东西啊 还是达不到我们说这种人脑的这种水平 对对对 你看那个应该说 人工智能比较火的 像去年的那个 AlphaGo 对吧 他不是下棋赢了是吧 对啊 因为他脑中有外行啊 但是那因为他脑中有大量的那个数据跟模拟 所以他走一步 对方走一步 他知道怎么去模拟这些 对吧 但是比如说 如果说中途灵活一些 是不是他就 怎么说呢 就是AlphaGo的话 他不是那个下棋的时候 打败了一些世界顶尖的高手吗 还包括中国的 和杰 对 和杰 中国第一 对 然后呢 其实AlphaGo为什么会打败人类 这个问题要回答的话 就是说 跟普通的下棋 感觉是一样的 嗯 咱们俩在下棋 对 你看七步往后面 我能看十七步 那你就打不过我 是这种原理 那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七步 就是我在往后算的时候 我可以算到十七步之后 我占优 你占劣势 这样的话我就按照优势往下走就行了 对 嗯 就是说他处理这种系统化的事情 他是能干的 对吧 嗯 其实围棋这个东西的话 在几年前都是没有办法去打败人类的选手的 嗯 因为它的复杂度非常的高 传统的商量法的话 怎么说呢 在短时间内是找不到最优解的 啊 满足不了这个东西 对 那你说 我当看到说啊 关于关于这种人工智能呢 我当看到有个现象说啊 呃 咱们这段时间好像也是有个东西叫图灵测试啊 啊 那个 那个是 好像是机器人方面的 啊 机器人方面 他们说 人工智能上最可怕的是发现有个事情的 就是说 呃 一般好像机器是过不了那个图灵测试的 对 但最可怕的是发现什么呢 如果说万一有一天这个机器啊 他是没有过还是过不了图灵测试 但是呢 不是说他因为他智力不够 是他自己把自己的给隐藏起来了 呃 这个说法有一点点像那个阴谋论啊 啊 阴谋论 离这个离这个太远了 啊 这外行啊 怎么说呢 呃 那个啥 在对话的过程中 我的人类的那个这一方 我看不出来电脑里面坐的是一个机器人 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人类 那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这段程序 他就算是通过图灵测试了 嗯嗯嗯 然后呢 有那么几个程序是通过了这个图灵测试的 然后其中第一个就是 是一个心理医生 嗯 就是你这个人类你不管跟他说什么 他都跟你说是 然后呢 然后你跟我说什么 我都说然后呢 啊 你跟我说什么 为什么呢 你再想想了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呢 就这样像一个心理医生一样的 什么就是 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心理医生 他就是在问我毛病 对对对 这个通过他的图灵测试 还有一个通过图灵测试 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分子一样的程序 然后就是你跟我说什么 我都在骂你 你跟我说什么 我都在骂你 啊 这种心理医生 他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有病 那他数据库里有大量骂人的话 对对对 八度以为年轻化的骂人 你说什么我都在骂你 然后这种他也是被默认 就是那他就是个分子 我都知道 对对对 但正常的人机交互的那种的话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几个小兵 然后小米他们家又小爱 然后这几个还是 Siri上吗 Siri 怎么说 他们都算人工智障 我觉得 都算人工智障 乱同 但Siri你叫他玩Bbox 他能给你讲 给你上Bbox 对 他现在主流的技术就是 我把这些东西提前预设在数据库里面 对 然后呢 我去查找数据就好了 就说其实他是这个东西啊 他还是没有一个思考的过程的 他只不过是不是说 当遇到一个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跟Siri说一句话 他只是在数据库里找这句话有没有 然后给出相应的这个答案 对 还是很有限的例子 不是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你们男生为什么要让他有思考过程 你没觉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就如果他真的达到了人类的思考能力 你们不害怕吗 对啊 所以我刚刚讲的例子 你几倍发量没有 我就说就图灵测试就这个东西 他刚刚也解释了这个图灵测试 就是说万一真的有一台机器 去过图灵测试的时候 他跟图灵说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图灵这个人应该不存在了 已经 你去试了 对吧 这就是 讲有点 这个我也是 就假设说去过图灵测试的时候 这个机器没过 但是呢 这个机器是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了 就不让他过 就很可怕 我一想我就真几倍发量 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开始有思维了 他也说以后有没有可能说 因为像我们就是好多都是看科幻片看的嘛 虽然是科幻片 但有些 就是感觉就也很像 就不管是多 就是几十年后的未来 也有可能是那个方向 因为毕竟人工智能 就是反正我当时看到那个机器人下营 就是下营那个危机 我心里还是挺震撼 挺就是有就有就有一点惊恐吧 因为我觉得 以现在人类科技这个发展速度 谁就是就很可能就就之后就飞速发展了 就是你们就预测不到的 对 就是你们不会有一点担忧或者是什么 就还是说你们专业的来看啊 就其实达不到那个 达不到 永远达不到那个水平 会不会 不知道 总说呢 就是打败打败那个围棋选手的这个东西呢 他算是一种那个解决复杂问题的程序 然后呢现在主要的人工智能 它的目标就是解决复杂的问题 对 然后这种问题非常非常多 然后像你刚才说的什么 统治人类世界啊 这种东西 它都不算是 不算在这个里面 它是另外一套东西 因为复杂的问题 它主要应用在比如科研啊 然后一些军事的场景里面 他就在说这些事情 然后呢 他如果一条程序 可以解决一个复杂问题之后呢 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然后我下几日就找他就好了 好 在你们 它是一个工具 对 对 在我们的眼里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啊 真的以后会不会变成一个有思维的人 然后在他们专业的眼里呢 是没有这个 就是一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工具 行 行 哎 那这一期我们也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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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